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七次人口普查 关于上海的一些人口数据 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亏一个全貌的东西 因为毕竟很多细节的东西它也没有发布 你也很难去看到 真正比较好的方式了解上海人口的还是靠大数据 这个网上发布的这个大数据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是由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和城市数据团来发布的 这么一个新上海人比例分布图 这个图蛮靠谱的 我看着就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尤其是西南这一片 你一看新上海人集中在松江这一带 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就是一个新上海人 我就住在松江 那再结合松江这边的大学城 和他的工厂这些状况来讲的话 这边深红色 松江的人口导入速度也是上海最近这几年非常迅速的 非常快的地区 尤其是以这个像我居住的叫酒亭地区来讲的话 这个人口是很明显的 当初我刚来的时候 这边的户籍人口是2万人 但是现在这个松江地区的这个常住人口已经40多万了 那新上海人作为户籍人口的新补充来讲 应该也肯定是远远超过原来的这2万户籍人口 那所以在松江这一带能够形成深红色 我觉得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 当然在上海的北部地区 这个嘉定宝山这些地区的这个新上海人比例偏多 也很正常 都是外地精英进来的地方 而在浦东 那这个颜色要稍微浅一点 但是呢也证明新上海人 在浦东的分部还是比较均匀的 因为到处都有这个新上海人 而往往是在农村地区呢 这个上海户籍的人呢 他的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新上海人呢会比较少 你就清楚的能看到崇明岛 青浦 还有这个原来的兰汇 是吧 这些地方新上海人比较少 而更少的就是市中心 传统的市中心的这个区域 他的这个新上海人的比例是不多的 所以这会给上海一个新的决策依据 就是关于五大新城人口导入的问题 五大新城里面 是确实需要新上海人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 在上海 新上海人和上海人各占一半 在这个2400万人口当中各占一半的情况下 市中心应该适当的放宽 新上海人或者建立 吸引新上海人落户的这个条件 尤其是这个旧改 旧改以后这个腾农换鸟 有的这个小区可能应该向这个新上海人倾斜 那这是上海人口比例分过图 我们刚才看的是新上海人 现在看上海人口 上海人口 户籍人口最深红的 当然是宠敏岛 宠敏岛上基本上也不会有其他外来人口去 去这个生态岛 生态岛上它也不需要这些太多人口导入 但是在这个清浦 以及这个浦东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还更重要的是市中心区 上海人口比例呢 还是比较高的 这些地方呢 某种程度讲 有它的原因 有这个人口为什么不去的原因 或者说旧上海人口比例高的 这个历史原因 但是呢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发展当中 如果要配套出台新的政策 与房子有关的政策的话 就应该以这些数据为一个基础 做出正确的导向性的安排